今天来一个我们热烈欢迎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叫灵秀 今年四十五岁 这也太老了 没有办法给我生儿子 别动 看你这身子固 怕是也不能生了吧 你这一个月五千块的工资太少了 怎么让我抽烟喝酒 看你的样子 应该也已经退休了吧 你有多少退休工资 我没有 所以说你这五千块钱 既得养我 又得养我家的孩子 钱我有的是 但是你加入我家门 必须遵守我家四千六百二十一条规定 否则就得家法处置 还有就是我小孙子喜欢养狗 但对狗毛过敏 必要的时候 你要扮成狗 得我小孙子开心 这样你能做到吗 你家是牢笼啊 这么多家规 还让人当 妈 你都四十五了 你还挑什么 我看那第三个家里面挺有钱的 你们俩赶紧进 我还着急拿彩礼钱换赌债呢 那个人根本不把人当人看 我要是跟他结婚了 天天当猫当狗 还动不动就家法伺候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谁让你年轻的时候那么没用 你既然生了我 就得对我付货 你给我弄钱 那你之前的赌债 也是吗给你还的呀 我一个月就五千的工资 我上哪儿给你弄钱去 你一个月就给我四千五 自己不是还私藏了五百 我都不想说你 你就我一个儿子 你攒着钱留给什么 妈也要吃喝呀 是你吃喝重要 还我赌债重要 我不管 反正今天我必须得拿到钱 你 爸 公司的事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你就好好去参加那个原来半生的节目 那可是儿子特意为你去犯强心中 你可别坏了我的一番心意啊 好 儿子 你放心吧 我已经到了节目现场了 对不起啊 你不是那个女嘉宾吗 你也是来相亲的 是儿子逼着我来的 我一直在看你的节目 刚才你在台上 好像也没有挑到中意的 要不 咱们俩试试 我 我其实也没什么要求 就是 彩礼要高一点 得要 二十万 二十万 账口就是二十万的彩礼 难得这样子 也不像是掉钱眼里的人啊 我知道 确实有点高 可是 我遇到了难事 我急需这笔钱 彩礼吧 这倒不难 我这辈子 也惨了点 可我就是一个工地上搬砖的 这以后 你就得跟我吃苦了 没关系 我现在也还有工作 一个月 有五千块的工资 这以后 也够我们两个人生活的 那接着这样 再 结婚 结婚 你住在哪儿啊 我先送你回去 收拾一下东西 不用了 这样吧 我们留个联系方式 我收拾好了 我再打给你 好 好了 让我先走了 好 别快别快 我妈妈上就回来 都在今天我一定还给你 你就让我不要看 不要看 这水子就要我们脑子是 我 你就让 妈妈 那二十千了 你赶紧把钱给我 我赶紧还给表哥 表哥 这是二十万 你就放过林叔吧 最二十万 只是历史 什么 林叔 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他欠了 就你这家 一辈子呀 这 你不能长得还挺帅的 像个小姑娘似的 不如卖肉 一次几十块 应该 有人为了 我 得先让我握个手 调教教 哎 辽哥 辽哥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辽哥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哎呀 都是当妈的人了 装什么 辽哥他欠你多少钱 我都还给你 你放过我 林叔 你最好想清楚 是你那老娘重要 还是他们欠我的钱重要 妈 彪哥看上你 那是你的父亲 你别矫情了 快 林叔 彪哥 彪哥 出去 你放了我吧 您进行想呢 别 我去 你怎么不说呢 一老 看你真是不想活过来 就这么废杀了你不可 彪哥 彪哥你不可 不要 彪哥 啊 你得下 很快就好了 然后你能造老彪哥 以后他们日子就好过来 你别不知怀觉啊 你就是我 你就是这样的话 对我 现在放了手 再说 你 你 你 啊 啊 啊 完了 你竟然敢打上彪哥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一句不是故意的 你以为彪哥就会犯了我了吗 你知不知道 彪哥捏死我们就像捏死 蚂蚁那样简单 我们快走吧 凭什么让我走 彪哥是你打上的 这件事情的后果应该你来冲的 你说什么 显然彪哥已经看上你的 要不然你就跟彪哥好吧 这样的话以后我也能跟着彪哥 我之前签他的钱也能一笔勾销啊 你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就像我给卖了 妈 这里又没人 你装真价恋女你给谁看呢 给你儿子换点后处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是我 我已经结婚了 那是吗 是我的彩礼 我全部都给你 以后就当我再也没有养过你这个白眼狼 你后鬼了 你别忘了 当初地震的时候 你可是先救的我 你教小树 妈妈教你也花一棵树 妈妈今天是母亲节 而且这是送你的花 那样 妈妈 你的小雨怎么了 小雨忘记了吗 你和妈妈都对花粉过敏 以后不要再碰花了 记住没有 记住了 好的 小雨快去洗个手啊 来 小树 我们这棵树还没画完呢 我们把小树画完 把小树 你这个小树快 小雨 小雨 妈妈 妈妈 小雨 小妈妈害怕 小 ув 小雨 小雨 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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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e 爸 你确定 要出这啊 我跟你林一说 我就是个工地搬砖的 这不是挺好吗 很合适 老爸大小啊 把你捡归来 拉扯他 老ста也该退休想想经服了 时间不早了 林兄应该收到好东西了 还 林秀 东西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接你 一会儿见面聊 走 跟我一起去接你林姨 爸 我买了花 给林姨拿着 好小子 你不是花粉过敏吗 我过不过敏 无所谓 空手去见林姨 这也太吃力了 好 林秀 让你久等了 没有 我也刚出来 你就是一个包啊 也没啥好收拾的 我来拿吧 这是谁啊 这是我儿子张林 您好 您好 都别站着了 上车吧 安静 林秀 你跟我儿子一样 也对花粉过敏 你也对花粉过敏 对啊 我打小就这样 爸 要是林姨也对花粉过敏的话 要不就把花给扔了吧 对对对 这真是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呢 看来你林姨 注定是咱们老张家的人 我儿子小雨 从小也是花粉过敏 若是小雨 她活着就好了 来 上车吧 快请进 坐吧 以后 这里就是我的落脚地了 这房间比较简陋 别记忆啊 已经很好了 打理得很干净 也很清静 这林姨放心 我们老张家呀 就我们爷仨 啊 你也有孩子 对 现在在幼儿园正上大班呢 那孩子 皮的 这小孩子 哪有不皮的呀 像我儿子小时候也是很淘气 您说的是 林树 不是 我还有一个儿子 叫小雨 他不在了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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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突然 有点头晕 你要是不舒服 先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和你爸就行了 经理林姨的 行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有公仔来看你 查一下 林姨的另一个儿子 是怎么没的 不好啦 董事长 什么 董事长 高助理 是不是公司有什么急事啊 你不是在工地上搬砖吗 怎么董事长会亲自找你呢 我跟董事长有过一面之缘 我估计 董事长是比较信任我 原来如此 那你快去吧 说个定有什么急事呢 好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抱歉董事长 我不知道夫人在这儿呢 什么事快说 幼儿园打电话来了 他们搞了一个亲自活动 你不是答应小时候 也陪他去吗 现在都迟到半小时了 忘个干净 那我现在就去 不行了 分公司也打电话来了 说有要紧的事 需要你亲自处 那怎么办呢 是有什么事吗 真是有点事 那你快去吧 这里我一个人就行了 可是我孙子那个幼儿园 有个亲自活动 我实在脱不开身 那我去行吗 那太好了 但是你孙子长什么样 我也没见过 有照片吗 有有有 这就是我孙子 竟然和小语小时候 一不一样 来各位小朋友 我们安静一下 首先欢迎各位家长 来参加我们金药幼儿园 一个月一次的亲自活动 那我们下面活动就开始了 专门小朋友 你的家长还没有来吗 一说奶奶马上就要到了 他说话 他根本没有奶奶 他爷爷一定是不想要他 我也骗他的 原来他是个没人要的野种 就他也配让我们在这等 难怪一点时间关键都没有 有人生没人养的崽子 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没有骗人野八有了的 我发护你 当初别骂 妈妈奶奶 有人打我 你个没假叫的 你敢打我孙子 是他先打我的 你个没人要的野孩子 打你怎么了 你敢跟我孙子动手 你今天就有你家人的名誉 好好管教管教你 你是小明 奶奶是你 是我 快起来 奶奶他们欺负我 没事 有奶奶在啊 这个 不是我多年没见面的妹妹 银秀吗 你怎么会在这 你打他 是我孙子 原来你这个穷鬼 就是他的奶奶 听说你嫁了一个工地上搬砖的老头 该不会这就是那老头的孙子吧 这又怎么样 什么 竟然是个凑搬砖的孙子 咱们可是贵贵学校 怎么允许 这种低贱的人进 不仅如此 他那个儿子欠了一屁股 结果 嫁我个老公还是个穷 一辈子穷 简直是社会的败类 垃圾 你补远点 我肩脏 你怎么可以对一个小孩这么大敌意 是他的孩子 欺负我们的孩子 我要让他给我孙子道歉 人家什么条件 你个穷鬼有什么脸 让人家给你道歉 我一个月赚的钱 比你家十年赚的钱 欺负你这个小野种 那都是你们的荣幸 小五 不用理大 小明 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我要见园长 是谁嘲扰着要见园长 园长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吗 哎呦夫人 一点小事 我们自己解决就行 哪敢劳烦您呢 您 您就是园长夫人 是我 刚才是你在这里闹事 是他们欺负我的孙子 他们是妻人 这件事 你一定要听我们做主啊 这小孩子 看着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他的爷爷 就是个臭班专的 跟咱们都不是一个阶层的 你怎么能见过呢 原来人死 这件事 我心里有数 你的孙子 给小芬的孙子 跪下道歉 啊 夫人 刚刚确实是小五同学 先欺负张明同学的 闭嘴 我是园长夫人 我说什么 就是什么 严长夫人 你连事情都没有弄清了 你就要我道歉 你是龙了还是瞎了 夫人让你跪下道歉 我和夫人可是多年的好友 我们每年给夫人送礼都上了办 你算带跟进 这学校 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吗 你们怎么能够不分青红皂白 这样的话 不怕给学校蒙羞吗 哪来的野鸡在我面前叫 要么跪下道歉 要开除你孙子 咱们可是金药集团注资的贵族幼儿园 你们能进来花了不少钱吗 这要是被开除了 那钱可就是打了水漂了 这对你们这个穷鬼来说 天可能要塌下来 要不您就跪下道个歉吧 这里的学费不低 又有最好的教育 就当是为了孩子 浩天将孩子送来这里 一定花了不少钱 保着很大的期许吗 我没错 我凭什么道歉 来人 把他们给我们交出去 别别别别 我替我孙子下跪 不够我下跪 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 废什么话 赶紧跪去 姚姚你别 道歉呀你哑巴了 对不起 这样可以吗 少爷 董事长夫人曾经有孩子在一场地震中没救回来 但我查到一张全家福 只不过 林雨的面容不知道被谁抹黑了 小事小雨 好了好了别玩了别玩了 走走走咱们拍照去 咱们拍张全家福 这可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一张照片 小一小树可要不光好啊 听到没有小雨 来看镜头 来笑一笑 林雨现在在哪 我要立刻见她 我要立刻见她 你们现在可以滚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是你孙子的垃圾 她被开除了 你不是说只要我下跪就不开除我孙子吗 我叫你孙子下跪 你非要替她跪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们欺人太深 欺负的就是你 你们这里有缘 是非不分 常识欺人 我一定要上高 还我们一个公道 不见棺材不掉泪 晚安 撒 不准当我奶奶 这就是威胁我的下场 接着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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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根本没把你放年龄 打人就要打要害 今天这一棒子我要打到他脑袋开花 住手 住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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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动嘴 你竟然打我 你是不是疯了 没事的 让你先出去 熊先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 刚才是他们在找事 你干嘛打夫人呀 不是你 你在这里挑拨是非 怎么 让我连你也一起打吗 林女士实在抱歉 这件事都是我管教不严 还请你千万不要见怪 孩子在学校受到欺负 你夫人又长17人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一定一定 我欺负你是看得及你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说话 没人帮你当哑巴 熊兵 你是我老公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居然没户别的女人 我知道 一定是你这个贱皮子 在这搬送是非 你是不是跟熊兵勾搭上 好你这个小子 我不打死你 熊兵 管好你的太太 你又是谁 我就是林秀的丈夫 张浩天 他就是林秀找的那个 在宫地上搬着的那个老头 林秀都给你戴了绿帽子 还在这维护他 原来你不仅是个穷鬼 是个窝囊废 潜力 你再敢多说一句 我就跟你离婚 你想找死 别连累我 熊兵 如果你非要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让我 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已经约了孙经理 孙经理可是金药集团的业务经理 他在金药集团的位置可是举足轻致 等一下他来了 我一定要让你们这一群人吃 逗着走 不是好歹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保不了你 哼 金药集团 浩天 我们还是走吧 这金药集团可是第一毫门 这孙经理 职位又这么高 万一均计较起来 我没事没事 可是小明 没事 我金药集团的董事长 有点关系 我今天倒想看看 这个孙经 是怎么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的 我看谁敢欺负我小姐妹 孙姐 您可来了 就是这个老不死的 一旦满年纪了 还给别人当小三 我老公都被他给迷惑了 还一直要维护他 难怪我说这么一股封城味 老了老了 还给人当小三 真不要脸 你们说话 要讲证据 我跟熊先生 一点关系也没有 没关系 他这么维护你 你这勾搭男人的本事 从哪个窑子里练出来的 孙经 说话想清楚的再说 你是谁 怎么长得这么眼熟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了 他就是个工地臭搬砖头的 你这种大人物 怎么可能见过他呢 那快离我远点 你们一家子 真是脏死了 我听说 孙经理是在金药集团工作 是在哪家分公司吧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以孙经理这样的人品 金药集团总部 不可能照应不止 也许下一秒 你就会被开除 说定 哎呦 吓死我了 我可是老员工了 怎么可能会开除我 我数到三 你就会接到被开除的电话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脑神经专家 孙经理 我奉劝 现在道歉 一切都还来 不要自掘坟墓 要是真有电话辞退我 我立刻跪下来 给你磕三个响头 但如果没有 你亲自给我把鞋舔干净 好 咱们一言为定 好天 我们不要争一时一气 还是走吧 现在想走 可来不及了 李兄 没事 像他这样的人 金药集团一定不会要他 你这大话说的 好像自己是金药集团老总一样 三 别专模作样了 快跪下来给孙姐贴笔吧 二 好天 我们还是走吧 你看他们这个样子 有多逼人 我怕一会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 电话 我的手机怎么电响中都没有 吹破了牛皮 你的脸疼不疼 这怎么可能 孙姐 你别被他吓到了 可能他就是在故弄玄虚 对 我在金药集团的子公司 可是兢兢业业 没有道理要开除我的 喂 孙经理 金药集团总部 现在正式通知你 已经被开除了 不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事长亲自下达的命令 这凭日 你得罪的人还不自知 全黑的可 六月份到七月份 业绩下滑达到七百多万 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一步 三天之内 老师长 老师长 浩天 这 到底怎么回事 孙姐 你真的见到 一开始的租车了 你个贱人 你害死我了 刚才是我有言不识太算 还竟然饶过我吧 孙姐 这是什么情况 你给我跪下 道歉 孙姐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跪下 要道歉的人 不是我 孙女士 对不起 请你放过我们吧 你们先起来吧 还不敢喝分 至于你 孙子 约会交给孙女 好 即日起 开除飘舞 你们收拾东西 站 你怎么办 不行不行 你不能这么做 我们来上学 拖了好多关系的 如果你开除我们 我儿子不会饶过我的 林秀 看在我们是亲姐妹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们吧 好不好 有你这样的奶 要老出来的孙子 死绕是社会的坏 林秀 我跟你磕走了我求求你 你走吧 你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林秀 你羞辱我 还开除我的孙子 这事没完 林秀 没事吧 我没事 嗯 只要孩子没事就行 咱们回家吧 嗯 你怎么了 受伤了 张立 快开车送医院 不好意思啊 林秀已经休息了 现在不方便进去 你是来看望他的吗 我是他亲儿子 你又是谁 拦在我妈病房门口 也就是灵术 长大后 变化真大 真是谁 手里拿着的 是我曾经扔掉的全家福 你没有就没有 有什么大不了 现在妈妈千千突想你 不转我的死服 不看他心已是有你 我听说 你哥哥是在地震中下落不明的 他也遗传了 林秀的花粉过敏吗 这些陈年旧事 还打听这些做什么 而且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椅子 难道他是林雨 不行 我还指望着那个老东西给我还债呢 林雨注定只能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你从哪听来的谣言 我们家之前确实发生过地震 我哥哥也确实被砸伤了 后来救上来的时候抢救无效死的 而且花粉过敏的是我 只不过是我妈妈受了些刺激 记忆有些错乱 我哥哥早就已经死了 什么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做亲子监定 可果然是要去做亲子监定 看来他是真怀疑两人之间的关系 那就怪不得我了 妈 你怎么样伤得严不严重 是是不是 你家的那个老头没照顾好你 他让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没有的事 你坐下吧 没想到 你回来看我 妈 你受伤了 我当然要过来看看你 还算你有点良心 妈 看我这么有良心的份上 你再给我点钱 你再给我点钱 你又去赌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上次砸了彪哥一下 彪哥住了几天院 伤好了之后天天过来找我麻烦 要我赔他医药费精神损失费 一口气跟我要十万 我上哪儿弄十万块钱是 十万 我也没有 我的钱全给你了 妈 我看门口那小子 是不是我那后爸的儿子 我跟他穿的人磨狗呀 我那后把肯定有钱 没事我告诉你 你后把就是一个在工地搬砖的 就算他有几分积息 也全部作为彩礼给我了 这已经够了 我不让你再去坑他了 林秀 我可是你亲儿子 你这才嫁回去鸡 你就胳膊揉我外拐 果然是嫁出去的娘破出去的 一点用都不 你给我滚 我不走 那彪哥的人天天在外面找我 你既然生了 你就得一辈子管我 我管你 我不让你去躲 你听我的了吗 现在你惹出事情 用来找我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 妈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那彪哥是你挡的 准确的来说 我是在帮你挡的 要不然 你能在这好好的躺 说不定早就被那个彪哥给你王 当受不了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怎么能要出你这样的儿子 你是活该 你你自己遭的念 你自己收着 林叔可算让老子背着 苗哥 是我妈打的 你要包吵 你直接找他 你这老东西原来怎么在这呢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这头 可让你给砸的 你觉得这事儿 能这么轻易就过去了 我告诉你啊 这里可是医院 你不要乱来啊 医院 你他妈敢得罪老子 你就得付出代价 我走了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你在这儿我就报警了 你个臭娘们 现在心情很不爽了 你他妈要是再反抗 我现在就弄死你 把你给我起来 啊 我的 你把老子 我吃 怎么来的臭老头 老乡蛋 你欺负他 是我老婆 胖天 彪哥 这就是我那个便宜后爸 他收留家 我之前欠你的那个度假 还有医疗费 全都找他要 你都闭嘴 妈 我可是你亲儿子 我自然也是他的儿子 他就应该管我这医生 你不滚 喂 既然你是他老婆 那他没家的存钱 都你来还了 我请你多少钱 我 我债医疗跟精神十倍是吗 一共二十万 你的头 是阿秀的 对 医疗费我可以给你 但我要看伤情报告 上面医疗费是多少 你就认多少 我去你吗 老婆今天来不是跟你警告 没有 钱 要不 老公子 都是你什么孩子 走 妈 你赶紧劝他 让他赶紧把钱给了 要不然彪哥在这个地间 那可是土皇帝 今天你能把他干走 那之后他肯定会一直缠着我们的 你还好比死在这说风凉火 若不是你非要去毒 怎么会有这些麻烦 浩天 是我们拖累你了 你先走吧 这种事情我们自己来解决就行了 你快走 你放心 有我在 我不让任何人碰你 你说的二十万我可以给你 就当是还你的医疗费 但是有一点 从今往后 不许你在骚扰阿秀 臭小子 他要是继续毒 所欠的所有债务 能跟阿秀没有任何关系 是个到老头的挑拨我和我妈的关系 你说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在这胡搅蛮缠 这钱 我一分都不会管 我大不了了他给我砸一下 不管他以后是歇你腿 还是歇你胳膊 我都不会管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就试一试 这里有二十万 拿上钱赶紧走 你 彪哥咱们俩仗亲了 你慢点 哈哈 好天 你没事 妈 妈 你看到了 他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二十万 他肯定还有 把你的钱都掏出来吧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现在就给我滚 好了 没事了 浩天 这钱是哪来的 这钱是我借的 就是为了有不许之需 谁这么好 随随便便给你借二十万 哎呀 你想养好身体 这个事你先别操心了 浩天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 我真的没有 那就好 浩天 你不会为了我们还这个钱 也去借了高利贷吧 我不会干这么愚蠢的事的 你放心 那就好 如果你也去借了高利贷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浩天你放心 这个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你想养好身体 这个事不急 急 怎么能不急啊 这剩二十万啊 那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和金药集团的董事长 是好兄弟 这钱是他借给我的 那幼儿园的事呢 自然也是他帮的忙 那既然人家帮我们这么大一个忙 我们是不是应该买个礼品 去好好感谢一下 咱不用这么客气了吧 要的 这礼尚往来啊 虽然你们是好兄弟 那我们也不能白占便宜 你说是不是 你看我现在也没什么事了 咱们出院吧 走帮我办理出院 快 浩天 董事长喜欢喝茶吗 要不我们买点茶也给他 简简单单就好 这商场都是我的 还需要干啥呀 这可不行 这送礼要讲诚意啊 好 是 怎么了 喜欢就去看看 不用了 走吧 别 来吧 你好 你好 喜欢就试试 试什么事啊 我 你剩下八百辈子都买不起 你这个导购员怎么这样说话 没将你们赶出去就不错了 你们这种人 踏进我们店里都脏了我们的地板 你这是什么态度 来这里的不都是顾客吗 顾客不都是你们的上帝吗 我们的服务对象那可是有头有脸非富其贵的大人物 你们还不知道从哪个山沟里来的乡下人 老远就能闻见一股穷酸味了 你 嗯 浩天 算了 我们还是走吧 不能走 一个打工的 居然打出了优越感了 你们的经理就是这么培训你们的吗 经理确实没教我们 要是有乞丐非要死气白来的看我们的戒指该怎么处 不过 乞丐要是想将来捣乱 倒是可以叫保安直接赶出去 你说话未免也太难听了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们像乞丐 再说 我们只是看看 又不会弄坏你们的戒指 怕你们雄酸味付舍了我们的戒指 跟你们说话都掉价 赶紧滚 今天我就偏不走了 把你们经理交过来 又要他亲自给我一个交代 叫我们经理 在这里消费不到五百万的 连接我们经理的资格 你们好大的面子 浩天 还是算了吧 我们本来就卖不起 我看就不看呗 走 眼睛真是长到头顶上了 一个小小的售货员 哪来这么大的傲气 你们这小小的店铺 真是了不起啊 尼姐 要不这两位客人我来服务吧 你在旁边歇一会儿 没一点眼力见的家伙 他们俩根本买不起 你就算是服务了 也没办法给你半点业绩提成 没关系 这当我历练历练了 蠢货 随你吧 记住不要让他们碰 要是碰坏了他们可赔不起 您是想要看这款戒指吗 我拿出来您试戴一下吧 不用 不用 我看看就行 试试吧 真不用 我们又买不起 试试 我也买不起 好几百万的戒指呢 不过试戴一下也是可以的 万一以后买得起呢 女士 您戴上这个戒指真好看 确实好看 是挺好看的 林秀 你竟然买的是这么贵的戒指啊 姐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今天陪嫂子来逛街 嫂子 你看她手上的戒指好不好看 确实不错 包起来吧 我买了 不好意思 这位女士 是这位女士先来的 麻烦您稍坐一会可以吗 我嫂嫂可是林太太 我哥可是你们金药集团的高管 深受你们董事长的重用 没长眼的东西 可是 林太太 刚才那人不懂事 你是看上这款戒指了吗 我现在就取下来让您试戴一下 你是聋了吗 还不赶紧取下来 林秀 原来不是你要买啊 我还以为你现在出息了呢 竟然买得起这五颗拉的钻戒 您别说笑了 能让他来试试戒指啊 都是赏赐呢 呦 之前你那么豪横 还真挺唬人的 没想到 都是装的呀 你磨磨叽叽的不摘 是不是想偷走啊 你弄伤我老婆了 你马上给她道歉 你算哪个 你敢错 让我道歉 之前你们的学校不是挺威风的吗 我告诉你 我哥可听我嫂子的话 你们要是得罪了我嫂子 可没你们好过的吃 是吧嫂子 有脏东西在这里 实在很影响我的眼睛 阿芬 我们还是去别处逛逛吧 听到没有 赶紧滚 别妨碍我们逛街 我不管你们那个什么破戒指 今天你们不给他道歉 我跟你们没完 不就是要钱吗 这样总行了吧 拿了钱就别在这影响我们的心情 钱太甚 到底还能不能试了 我还等着呢 能的能的 我现在就帮您试袋 擦一下吧 有点脏了 哎 就是 被他这穷酸祸碰了 可不就是脏死了 你们别太过分了 你们要是看中这个戒指 买就是了 何必这样出言折辱我们呢 就你这样的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内 自然也没有折辱的价值 嫂子 你戴上这个戒指可真是太好看了 简直像是为你订做的一样 我也觉得挺适合我的 而且很趁我的身价 可不就是嘛 这么好看的戒指 也就嫂子戴着又高贵 这戒指的价格呢 也跟着上了一层楼 不像某些人 戴上这么贵的戒指 像大街上的地摊货 行了 一直拿我跟那种人比 掉不掉价 哎呀我的错 林秀这种吓人 怎么能跟嫂子比呢 拉起来吧 我要了 好的林太太 一共是三百五十万 请到这边刷卡 三百五十万 三百五十万 一个这样的破戒指 竟然就敢要三百五十万 嫂子 你觉得太便宜 配不上你吗 是啊 这戒指也太便宜了 根本配不上我的身价 不要了 哎 若是您觉得便宜的话 我们还有一款售价五百万的 您要不要看一下 嫂子 要不就这款吧 刚才那款确实太廉价了 毕竟是林秀喜欢的 能是什么好东西 蠢货 这款是我不喜欢 我们还有最新款呢 都差点意思 要不您再看看项链 算了 看你们店里好像没有适合我的 还是下次吧 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你们都没看明白吗 但是买不起 浩天 别这样 买不起 你以为我嫂子像你们这类低贱货一样 你给我闭嘴 你说买不起 你就能买得起吗 麻烦你给你们经理打个电话 把你们经理叫来 啊 没钱就是没钱 你归天真地以为 在这里闹了一桶 把经理叫过来 就能让经理七十宁人 把这戒指送给你们吧 给你们的经理打个电话 就说是我说的 我要他把这面戒指 恭恭敬敬地送给我 给你们的经理打个电话 就说是我说的 我要他把这面戒指 恭恭敬敬地送给我 喂经理 有位客人找您 真是笑死了 你说你这半街身子都入土的人了 怎么想法还这么天真呢 不自量力 这可是三百五十万 不是三百五十块 要我说啊 你们大概是便宜占惯了 想白嫖吧 但这是钻戒 人家是疯了 要送给你 浩天 你是不是疯了 这三百五十万 我们去哪凑那么多钱啊 刚才他们那么过分 你都一点不生气嘛 七十七啊 那我们得量力而行 这三百五十万 我们就是砸锅卖铁 卖房子也凑不够啊 不是说了 要让他们送给咱们 你快别说这话了 你是不是疯了 这三百五十万 是能随随便便送给我们的 你等着看就好了 我等着看你们怎么出丑嘛 哎黎秀 你怎么找了这么个虚荣的男人呢 万一一会人家金妮 要把你们一打出去 那可就太丢人了 那就不劳二位操心了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 要让我亲手送上 我们这三百五十万的戒指 金妮还记得我吗 我是林太太 当然记得 我之前还请 您是看中了哪款戒指吗 哎 说起来 还真的是太丢人的 我一个多年不见的妹妹 找了个在工地里分砖的老公 刚才大人不惨 想要你 想着借着送给她 您说可笑不可笑 还真是可笑 是谁啊 你一想天才 是我 我 张 刚才 听你们的导购员说 如果我们在这里消费 不够五百万 都没有资格 借你这个经理啊 不不不不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这位导购员 嫌我们太寒酸 还叫保安 要混我们出去 你瞎指什么呀 因为本来就是一群穷酸户 经理 闭嘴 顾客就是上帝 这点你都不明白吗 可是他们 你再多说一句 赶紧给我辞职滚蛋 先生 不好意思 您太太是喜欢这款戒指吗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 我将这款戒指 作为赔罪送给你们 什么 哎 你是疯了吗 这可是价值三百五十万的钻戒 你就这么送人了 是我们的服务没到位 理应赔罪 经理 你可别犯糊涂啊 三百五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这对于林太太而言 可能是比不小的数目 但是我说话还是算话的 你 还有 这两位太盛气凌人 跟咱们这个商场 似乎格调不符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啊 我看让你们进来 才不符合这的格调吧 好的先生 以后这里不会再接待这二位了 你不是疯了吧 我老公可是金药集团的高管 你们这属于金药集团的企业 真的要得罪我吗 这里不欢迎二位 请二位立刻出去 林秀 我听说你年轻的时候玩得很开 导致你母亲也就是我婆婆 一气之下将你逐出了家门 想来年有二十来年 没有见过婆婆了 你想说什么 这周日是婆婆的七十大寿 你没有忘记吧 自然是没有忘记 婆婆的寿宴 我们在月亭酒店订了包间 你二十来年没见过母亲吗 给你个机会 让你尽力孝心 你敢来吗 我 她 可是被赶出门的丧家女 怕是早就没了良心吧 可惜啊 妈这把年纪身体又不好 还不知道能活多久呢 我会去的 只要妈需要我一定会去 那就好 到时候见 这位女士 这戒指是给您赔罪用的 不不不 这礼物实在是贵重 我不能收 况且 他们对我也没造成什么损失 实在犯不着 让你拿着 就拿着吧 怕什么 走 那我先替我太太拿着 这一单 还算业绩吗 算的 算的 好 这单的业绩 算到她的会上 好的 凭什么 就凭她的服务态度比你好 我也不认为 你这样的员工 适合待在金药集团旗下的店铺 你被辞退了 现在立刻收拾东西滚蛋 我不能被辞退 我家里有重病的母亲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姐明你行行好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这种服务态度 留在柜台 只会让我们柜台和金药集团蒙修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这位先生 请您高抬贵手 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金药集团 可容不下你这么心高气傲的人 她这话听起来 金药集团怎么像是她的一样 这位女士 请您向这位先生求求情吧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在作死 怨不得别人 我不想再看见你 滚 浩天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这么贵重的戒指 谁能随随便便就送人啊 这他们是为了稀释凝人 浩天 你是不是觉得我像三岁小孩一样好骗 你应该知道 这家商场是金药集团旗下的 那又怎样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跟金药集团的董事长 是好哥们好兄弟 所以他们都认识吧给我面子 就是这样 好兄弟 就能随随便便给你三百五十万 人家是冤大头啊 拿自己家的东西 怎么能说是冤大头呢 张浩天 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 我如果发现你骗我 你就完了 看来 我是金药集团总裁这件事 我必须得瞒住 等之后再慢慢的告诉他 我不是真想要他们戒指 就是怕你姐姐和你嫂子 看出来露像 所以我才先拿着 真的 你也说了 人家又不是冤大头 怎么可能送这么贵重的戒指 给咱们 我就是刚想跟你说 还准备还回去呢 那你怎么 刚刚还把人家员工给开除了 我跟金药集团的董事长是好哥们 我看见他有这样的员工 我帮他清理门户 他还得感谢我呢 对了 我去退戒指 董事长 您还有什么吩咐 这个戒指你先拿着 明天我会派人来去 嗯 董事长对夫人真好 好吧 这次我就暂且相信你 浩天 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千万别瞒我 更不要骗我 那 我要是不小心骗你了 那我们就离婚 好 那咱们赶紧去挑礼品吧 浩天 你既然和金药集团董事长是好兄弟 那应该知道他喜欢什么吧 我当然知道 电梯到了 我突然想起来他确实特别喜欢喝茶 咱们还是给他买茶吧 那边不都是卖衣服的吗 哪有卖茶叶的呀 董事长要是喜欢喝茶 那我们就去专门店买啊 你干嘛呢 不好意思 我可能内急 你帮我一块上个厕所吧 那 那不就有指示牌吗 你快去上 我在这里等着你 就行 你得跟我五块去 行了 快去吧 这都到了 那你在这儿同我 董事长 刚才您在商场的事 我会严加整改 我现在没空跟你说这个 咱们旗下金药商场的电梯里 全是我的照片 我现在只给你两分钟时间 把他们全部撤掉 啊 啊什么啊 你要做不到 你也别干了 马上去吧 马上去吧 刚才打电话 他都听到了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既然来了 我也想上个厕所 那你快去吧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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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怎么累了 嗯 来我给你揉揉 哎 哎 今天怎么这么体贴啊 我哪天不体贴啊 只不过你一直没给我表现的机会 就你贴 啊 哎 啊 对了 你那两个亲戚说之前你是被赶出家门的 嗯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啊 哎 你要是不方便说 就当我没问吧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说的 我年轻的时候 遇到一个人渣 我未婚先孕 可我又不肯打掉孩子 我妈气狠了 就把我赶出了家门 还没结婚 你就整出个孩子来 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放 你必须得打掉 妈 我怀的是窗泡弹 这是两条生命 我不能打掉 那你就找他父亲负责 结婚 我找不到人 要么你就给我滚 要么 容易还回来 想想 我当时既然憋了一口气 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我妈 你那个时候 一个人怀着运 又没工作 后来还把两个孩子拉扯的 真不容易 你妈就没有心软过 我妈那个人 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我给他丢了脸 他怪我还来不及呢 那你家里就没有一个人 听你说话吗 我那个时候 家里很穷 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我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都避之不及 怎么可能会帮我 真是过分 你家人 居然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这个周末 你妈的书宴 要不 咱们就不去了 还是去吧 我妈年纪也大了 也不知道还能见上几面 真的是 见一面 就少一面了 也对 那我陪你一起去 你让我妈 见见她的女婿 好 来 别再捏了吧 让我好好伺候伺候你 就这么点心事 还需要我亲自出面处理吧 好 那我知道了 浩天 要不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去就行 你好 有什么事 及时给我打电话 我是去参加寿宴 能有什么事啊 好 我送你上车 儿子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吗 已经在清点了 礼品太多 生怕会有什么疏漏 把这些礼品 马上送到月亭酒店 这次 我要让你林姨 风风光光的出现在 她那些亲戚面前 好 对了 儿子 你再去帮我查一下 你林姨的另一个孩子 看看她还在不在世 行 要是林姨是我妈 该多好啊 这是我儿子儿的儿媳妇儿 我儿子可是在金药集团当钢管呢 妈 这是我特意为你选的上好的人参 祝你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这人生得不少钱的吧 差不多要一百万呢 哎 真是出息啊 哎呦 真有心了 这是我女儿自己当了个小老板 这可是上好的笼器 这一盒呀 要好几十万呢 妈祝您长命百岁 哎奶奶您是怎么教导说这么优秀的两个孩子的呀 真让人像你 好好好 有这份孝心就好 人来起来 咱们进去吧 妈你今天着急 我前两天碰到林秀了 我也请他来参见你的生命 咱们要不再等等他吧 你了想他叫什么呀 对不起 婆婆 那林秀找了个老头 看起来好像有点等时的要衣 您还是在等等 他未婚先孕 在街坊邻居面前让我丢了不少人 他还有脸来不碍我 他没资格让我等 妈 妈 哥 嫂 妈 今天是你的寿宴 这是女儿的一点心意 希望您可以收下 这几百块钱的东西 你还以好意思拿得出手 林秀 在我寿宴当天 你来是不是故意气我来的 林秀 我们来请你参加妈寿宴 是想让你跟妈的脸上添惨的 你可好 是来点堵的吧 好歹 你是妈的寿室 你再穷 给她拿出来像样的礼物吧 你多年没有和妈见面了 就拿这些垃圾来搪塞 真是网为子女 你不会是看着这个酒店黄滑 特意来蹭吃什么喝的 这一座酒席啊 要挣着二十万 他怕是一辈子都吃不起 难怪要甜的脸来了 我只是想来给妈诸寿 这些礼物 也是我在能力范围之内 挑选的最好的了 算了算了 好歹 你是自家人 他不就是想来蹭一顿吃吗 咱们也不是差点有事 进去 你好 我们预定的是六十六号包厢 是六十六号包厢的客人吗 我们接到赌市场的嘱咐 今天免单 并祝老太太福东海寿宾南山 董事长 老公 这月田酒店 难道也是金药集团下面的吗 那自然是 只是董事长 怎么会知道今天是母亲的寿宴 大哥 董事长该不会是看你的面子上 刻意给我们免单的吧 当然了 你大哥可是金药集团的高管 虽然是看在他的面子了 难道是看在那个 只能拿出来七百元礼物的人的面子吗 就是浩天的 那个好哥们吗 带我向董事长 感谢 婆婆听到没有 金药集团的董事长在为您出售呢 听到了 真没想到啊 我老太婆还有这么出息的一天 都是托我儿子的福啊 不像某些人的 敬给我抹飞 大哥 你现在可是了不得 在金药集团董事长面前 都这么有能耐 我孙子上学的事 你可多多费心 我宠外孙怎么了 说起这事 我就生气 妈 林可是养了一个好女儿 我好不容易啊 将孩子送到金药集团旗下的幼儿园 被林秀给搞砸了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林秀 是不是你在外边待久了 把根都给忘了呀 妈 是姐有错在先 她先欺负我孙子的 我的孙子 也是你的血亲的 你竟然为了一个别人的小崽子 跟我们过不去 这是白眼狼啊你啊 阿芬 话可不敢这么讲 人家新嫁那个老头 可是个破屁无赖 如果再赖上我们 在这里沙坡 再把负责任交来 我怕丢不起这个人 哟 在商场额来的戒指 怎么没有戴上呀 是不是人家觉得 你们空空白牙 要额人家三百多万 就将你们打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军药集团 旗下的商场闹事 还非得让人家 把价值三百五十万的 钻戒送给他们 什么 简直是丢不着现眼 林秀 多年前你就让家人蒙羞 今天你依旧上不了台面 以后你在外面别提我 不然我在金药集团 都没法混了 大哥你误会了 是柜台服务员太多恶劣 并非我们想占便宜 而且我那老头和金药集团 董事长是好兄弟 他也只是想帮他 整顿一下而已 你那个老头啊 就是个超班专的 还跟一下金药集团董事长 成兄道弟 说自己话别笑掉大牙 做人还是别太虚荣的好 你在我们跟前 做什么大尾巴狼啊 真的不是这样的 好了 别再说了 今天是我的寿宴 尽说这些没用的 菜都上好了 吃饭 各位好 这是董事长 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82年的打费 为大家最幸 这酒可是好酒 这一瓶酒 好几万的吧 这可是收藏品 我在拍卖会见过 一瓶要16万美金 我们今天可是有口福了 能喝到这么高级的酒 大哥 你太有面子了 大哥 我毕竟在公司 也是骨干成员 把酒给我吧 替我谢过董事长 董事长是怕招待不周 特意让我为各位倒酒 既然是董事长的美意 那我们大家就不要推辞了 一起来品尝这82年的拉菲吧 这位女士 我为您倒酒 我妈她是今天的主角 应该先由我妈倒酒吧 她不配喝这酒 董事长的心意 我们收到了 这酒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你先回去吧 谢谢 董事长 让我好好照顾夫人一家 尤其是夫人 怎么他们好像很看不起夫人 难道是我认错人了 你还闹着干什么呀 还不快过来给我倒酒 你以为你花几百块钱 就能吃上这么好的饭呢 你都撒我身上了 怎么回事都给弄脏了 刚才撒的这点 可值好几千块 我们说你不会喝这个酒 你就这么恶意报复 不是 你没长眼睛啊 你故意的是不是 妈 对不起 我给你擦擦 滚开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你现在还是越来越会摆谱了 是不是 我都指不出了你了 不是 是姐 怎么 你还想咬我一口吗 还不过来给我倒酒 不好意思啊 手滑了一下 你没事吧 姐 你非要在妈的寿宴上 让我出丑吗 你今天出的丑还少吗 自己不争气 就别怪别人巧不清 好 既然你们大家都不欢迎我 那我就不留在这里 妨碍大家了 站住 那个没规矩的东西 谁让你走啊 今天 你就站在这里 伺候我们吃饭 大哥 你别太过分了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分 你 金药集团董事长 为林老夫人祝寿 金药集团董事长 为林老夫人祝寿 高手里 您来了 嗯 董事长送 玉算盘一个 祖母离戒指一对 祝老夫人 福满乾坤 福禄双全 董事长 董事长送金项链一条 唐朝祝寿图一副 祝老夫人呢 习享霞陵 寿必南山 董事长送 现金八百八十八万 祝老夫人和亲人寿 万寿 富江 这些都是给我的 当然 夫人 您教导出了好儿女 这是我们董事长特意感谢 谢谢董事长 董事长 给我母亲送了这么多的礼品 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请问董事长现在在哪里 我要亲自感谢 林总监客气了 董事长呢 稍后就到 好 那 我们就在此 呼呼大叫 嗯 那 我先告辞了 妈 能让金耀集团的董事长 亲自为您助手 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啊 这都托我儿子的福啊 我儿子的那么能干呢 真没想到 董事长会如此重视 毕竟你能力出动嘛 董事长都给一点优态 那也是应该的 你还处在那干什么呀 一会儿我们要迎接大人物 你这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赶紧滚 董事长快来了 你赶紧走吧 阿秀 浩天 怎么了 他们欺负你了 董事长 和林秀认识 怎么是你这个臭班专呢 你赶紧起开 别挡着我们迎接大人物 这是林秀的 哎 就是他找那老头 从来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 人家的寿宴还要不请自来 你们真的是穷得吃不起饭了吗 大嫂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浩天不过是来接我 我们也没想吃这顿饭 跟家里人当别扭了 这脸怎么了 谁打的 没事浩天 我不想待在这了 我们走吧 我在问谁打的 我 我打的 怎么了 他该打 妈 你先别说我了 你就是个丧家女 我想打就打 想妈就骂 我送来这么多的贺礼 都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欺负他的 你是说这么多价值联听的礼品都是你送的 你做什么美梦呢 还没醒呢 林总监 管好你的女人 你也让她说那些我该说的话 这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啊 你不会说话就闭嘴 没人拿你当哑巴 你竟然敢打我 闭嘴 董 张先生 是我家里人 有眼不识太深 还望您 不要见怪 大哥 你怕他做什么呀 他不就在工地上搬砖的吗 你给我闭嘴 没错 我确实是一个在工地上搬砖的 但同时 我也是金药集团董事长 好兄弟 如果没有我 他绝对不可能给你们送这么快的受礼 一把年纪了 你不吹牛能死啊 你个老婆死的 你别灯着捆瓷啊 林总监 你这家人的家风 还真是令人堪忧啊 人犯 你再说话就给我滚了 大哥 你犯什么糊涂啊 你对我吼什么呀 你现在应该把他们赶紧赶出去啊 怎么又你这么个蠢妹妹 林心 你打他们干什么呀 我觉得他们说的对 不然你们董事长来了 岂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 他不会来了 笑 你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 人家董事长 可是看在我儿子是公司骨干的份上 特意来参加我老婆的寿愿的 是你说一句不来就不来的 你以为你是老姐 看在你儿子的面子上 爸 你就别说了 啥说不得了 这不就是一个破班专的吗 哪有我儿子有机会的 老夫人 我敬重 是因为您是阿秀的母亲 我连她都不认 与别在这儿乱喷关系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在一起 全部收回 站住 你们都站住 这是我的手里啊 你们给我站住 我的钱呢 妈 这就是我们的东西长 妈别丢了 她是 你小声点 都是让明显是想要低调 女婿 刚才这事啊 都是误会 阿秀 是我最心疼的女儿的 我哪能不认她呢 浩天 大哥跟妈说什么 怎么态度 一下就转变了 我是一些为理事徒的话罢了 是 张先生 说到底 咱们还是一家人 您大人有大量 之前的事 希望你别再追究 你们刚才欺负阿秀 现在就想这样一笔勾销吗 你这个脏老头子 你还想干什么呀 你给我闭嘴 我向阿秀道歉 给他 这脏老头是什么人啊 你那么期待他 我让你道歉 你就按我的去做就行了 还有你 阿秀 对不起啊 对不起 阿秀 你两个 你还打 阿秀 那你走吧 你回去 林总监 从今天起 降薪百分之五十 移成出货 你给我意见 哼 我再走 哎大哥 他凭什么给你降薪 怎么了 浩天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光彩大哥那么期待你 你和金药集团董事长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我们俩就是好哥们 好哥们 好哥们 他能随随便便借你二十万不说 看在你的面子上 送那么多价值连城的受礼 还八百八十八万的现金 这是 随随便便可以送人的吗 他又不缺这点钱 浩天 你拿我当傻子是不是 你说这话 你自己能信吗 林秀 我都说了一万遍了 我真的是六十六号包厢 邀请来的客人 你快带我进去吧 我都要饿死了 真的 不好意思呢先生 要不您让六十六号包厢的客人 亲自来接您呢 因为六十六号包厢客人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不能随便放人进去的 林秀 你停下 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 林秀 这不是我妈吗 看到了吗 那不是我们金药集团的董事长吗 那董事长刚才追出去的是夫人吗 夫人好有气质啊 对呀 听说董事长特意为夫人留了六十六号包厢 今天是夫人母亲的寿宴呢 董事长 夫人 好啊 那个林秀 自己嫁了个有钱人还藏着掖着 这分明是防着我呀 不过 既然你嫁了个有钱人 我这个当儿子的 怎么也得沾点光吧 阿兄 我确实有件事瞒着你 不过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只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其实你和金药集团董事长还有别的关系 难不成你们两个是兄弟 我猜错了 阿兵 你没猜错 我跟金药集团董事长的确是亲兄弟 我们从小感情就非常好 大了以后我不生气 但是我跟他提任何要求 他都能满足我 毕竟他只有我一个亲兄弟 我猜就是这样 那 不生气了 我没生气 都这么大人了 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也能够理解你 毕竟我们两个刚刚认识 你也需要有所保留 阿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不用解释了 以后啊 我们两个慢慢相处 总会慢慢信任的 好了 你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阿兄 这么善解人意 这顿饭给我做 你做 你会做吗 我会 妈 是我 人数 你怎么来了 妈 我好歹是你亲儿子 你也不用这么不欢迎我吧 你过来找我 但凡不是为了要钱 我至于这样吗 如果还是要钱 你现在就给我走 妈 这就过分了 自己吃香的喝辣 就将你这个受苦受难的 再扔一瓶 是不是不太道歹呀 你胡说什么呢 我都知道了 我那后爸可是有身份的 妈 你别拦着我 我要任爸 爸 爸 干什么 零叔 爸 零叔 你干什么呀 你来干什么 哎呦 爸 这种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 你这个没眼力见的 赶紧做饭去 这饭是我要做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 爸 以后您就是我亲爸 爸您做您做 零叔 我跟你说我管 你们没有钱 在医院我就告诉过你 你要是再赌的话 我们以后就不管你了 妈 我们大男人说话 你插什么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你要有事就直说 爸 您看您好歹是个大老板 您指甲锅露出来 你给我回来了 零叔 我告诉过你 你要是要钱的话 趁早走 好天哪不是什么大老板 他就是一个在工地搬砖的 你别想再坑他 你他妈费什么话 行不行我抄你 啊 零叔 我看在你杀起我儿子的面子上 我不想把事情做得太难看 但是 你也别太过分 钱我不会给你 把阿修愿意 会跟我说 从现在开始 从你家里滚出去 好 你们俩给我等着 没事吧 你 姐妹妹 我还抱着 我来看你们俩 零修 你嫁了个有钱人 倒是和他们成一家人了 根本不管我的死活 上菜喽 哇 没想到你们爷俩 还有这手艺啊 我爸年轻的时候会做饭的一把猫 今天呢 也是沾了黎一的光 我们才有这口服啊 就你贫 横来了 西湖牛肉羹 行了 吃饭吧 吃饭喽 来 咱们的棒子 我来尝尝 你的手艺可好啊 真乖 这是不错 你这手艺在哪儿练的 年轻的时候犯了个错 家里赶出来了 自力更生练的呗 犯什么错 我没家里赶出来 爸爸说 爷爷年轻的时候 辜负了一个女人 所以就被家里赶出来了 爷爷想离谱那个女人 但是一直没找到人 但是一直没找到人 所以也一直没结婚 直到遇见了奶奶 小米 吃你的饭 没想到 你还有这样的风流运势 那都是年轻时候老黄历了 快吃饭吃饭 吃饭了 黄历 你紧张什么呀 来 小米吃个红烧肉 倒是很少看见男人愿意进厨房的 以后啊 咱们好好过日子 这些活都我干 就你会哄人 秀 我是认真的 亏了谁 也不能亏了我太太 浩天 我竟然觉得 人生到现在 虽然有遗憾 但也算圆满 秀 你如果有什么遗憾 你可以跟我说 浩天 我一直有一个心结 我也知道 可能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 我还是想要 拜托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你和金耀集团的董事长 是好兄弟 所以我想拜托 让他帮我找一下我的儿子小宇 十五年前 我的老家发生了一场地震 当时的情况 我只能救一个人 小树他在我的旁边 一直喊 妈妈救我 妈妈救我 不记得我 不记得我 妈妈说 我当时救了小树 等我再反话回去的时候 我已经找不到小羽了 现在说这些话 已经没有什么意 也许小羽 那一天 可是浩天 我不死心 好 不难过 不难过 你还有小羽的照片吗 有 不过在老房子里 我明天就去拿 好 你们能做什么 放开我 是彪哥将你送过来的 说你一直欠他的钱不还 要你拿别的东西来抵 不行 你们放开我 是彪哥一直出了去 一直看我去 我是无辜的 你们放开我 别的上麻药 你们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对了 妈 正好你过来了 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台了 妈 你给我拿点钱 我立刻就走 我没钱 我就回来收拾点东西就走 妈 妈 表哥要杀我你都不管我呀 我之前告诉你多少次了 让你不要去赌 你哪次不是假意骗我的钱 然后屡教不改 妈 你真够狠的 喂 你回来就是拿这个的是吧 你把这盘还给我 你还给我 妈 看来你对你死心的儿子 还是念念不忘 真的 他也是我的儿子 只话告诉你 我知道他的下落 什么 你知道 我不仅知道 我和他一见 真的 他真的没事吗 我就知道 我的小语一定解释天下 他不会有事的 教授 你快告诉我 他在哪 妈 妈 我只要点钱就能够离开这里 我这么点钱你都不能满足我 既然你不忍 可不能怪我不义 妈 来 你先别激动 坐下 我给你倒杯水 我们慢慢说 小树啊 我不想喝水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大哥在哪儿 妈 我知道 这段时间我挺混蛋的 你是不是挺后悔的 十五年前地震的时候 你先救上来的是我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大哥从小就比我懂事 你向来都很放心他 我小时候很淘气 你总骂我 我说实话 我心里其实挺不公平的 你大哥和你一般的 自己都照顾不了 还要照顾你 你还在外面惹事 你有什么不平的 是 大哥失踪的时候我才知道 是他一直照顾的我 那时候你去上班了 家里就我一个人 我连饭都不会做 裤子破了也不会布 穿着漏洞的裤子 让同学嘲笑 确实 那段时间 我对你照顾不周 你大哥生死未卜 我又悲伤过度 可是为了生存 我又不得不去上班 忽略了你 确实是妈亏欠了你 要是大哥在的话 我会不会也少走点玩路 我们母子俩 会不会有时会变成现在这样 您连我给您倒的水 都不敢喝一口 收到地 你还是我的亲儿子 只要你以后改邪归正 以前的事情 妈都可以不计较 要是你有你大哥的心 就跟着你 你在水里面 放什么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 你就再帮我最后一次 哈哈哈 啊 小叔 小叔 你这是干什么 你快把我放开 放给我 你和我大哥享受荣华 我不也得捞点钱 你说什么 你大哥在我身边 他是谁啊 你给我安分点 我已经给彪哥打电话了 一会儿彪哥就到 少不了你的苦头石 小叔 马兄 你告诉我 这些年妈都活在愧疚城 小羽也是我的孩子 可这些年 我都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妈 既然你不知道 那你就永远都别知道了 今天 彪哥是不会放你从这里离开的 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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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哥 明晓 我把我妈给你帮来了 哈哈哈 哎 我说明晓 为了牵连自己的心 拉出来 啊 啊 啊 我说明晓 娇哥啊 您这说的哪里话 只要您不找我们 一切都好说 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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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你多少钱 啊 我还你 你放了我 行吗 发现了我十万 啊 但是既然已经冒险 做了这够的啊 十万肯定是不够啊 我少一百万 一百万 表哥 你就是把我卖了 我也不值一百万啊 你没钱 你得老头买一数钱 他没有 他就是一个工地搬砖的 表哥 你是不是被他给骗了呀 表哥 你他妈闭嘴 啊 表哥 你瞧 这就是他找那老头 您看 他能没钱吗 林硕 现在就给你 有钱的蝴蝶打电话 就说让他拿一百万来赎人 不然 他心情没一个 就归我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有什么意义 你去我来吧你 我去你 臭娘们 当人质就他妈给我老实点 你儿子欠我欠不还 已经把老婆性子给摸没了 你他妈再敢惹我 我现在就能死 你要用我老头来威胁我 我还能死个散了 死啊 现在你还没到能死的时候 你说 打电话 你那老头电话到底是多少 你学校让我告诉你 这费劲 你干嘛 你把他 打过来 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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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 林秀 怎么门都不关 林秀啊 林秀 人去哪了 手机 我的照片 你还给我 我打完电话 我打完电话 自然会还给你 这人能去哪了呢 不是说好了等我来接 二十五年前 我给那个女的内衣 老公 你还记不记得二十五年前 我曾经被人下药 跟一个女人有过一夜之错 第二天一早 我被公司紧急召回 我就留了一枚凶针 给她当信物 那枚凶针 你还有影响吗 有的 当时为了找到这位小姐 我们曾经发布过不少凶针照片 好 你马上把那枚凶针的照片 找出来发给我 是 喂 阿秀 是我 林树 阿秀的手机怎么在你手里 张浩天 他现在在我们手上 一百万数捷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你说什么 你绑架了阿秀 他可是你亲妈 你还有没有点人性 张浩天 他可是我亲妈 就算我绑架他 他也不舍得把我送进监狱 我只想要钱 只要我拿到钱 我不会伤害我妈的 林树 喂 林树 喂 小林 快 阿山给我准备一百万现金 你林一被这亲儿子绑架了 你今天才来拿这张照片 那之前应该没人看到过 你们真的做什么 你把照片还给我 小雨留过唯一的东西 那既然是这样 那他也没有存在在世上的必要啊 不要 哎 啊 你他妈为了这个照片 真是活的 你 想想我偏不给你 我偏要把他自罪 啊 我的小 我的小雨 啊 让我再老子的手 你他妈给我 我弄死你 我去 不要搞 他们来了 你先拿钱 去 是这样吗 应该是这 雷叔 你妈呢 把钱给我 我妈不会有事的 你跟里面的人一球之鹤 你要我怎么信你 我们只谋财 不会还没 只要你把钱给我 我立刻叫我妈放出来 李叔 我相信你的良知 没有回到这种地步 就算我求你 保证你爸的安全 行吗 放心 爸 人怎么还没放出来 他不会 把咱俩给骗了吧 他拿钱跑了 看看去 林秀 把他们抓起来 林秀 林秀 哎呀 他妈的主毛是林叔 他们抓我给你吧 林叔已经带着那一百万跑了 把他们送进监管部门 啊 哎呀 哎 没需要 快送医院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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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阿修 你没事吧 做噩梦了吗 好点 是我 你哪儿不舒服 哎呦 我的照片呢 我的 我的照片呢 我我的照片 照片 你放心 小林知道 那是你最重要的东西 该去给你沾了 没丢 妈 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林 你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这是您 一只都很在乎的全家福 你看上面这个小孩 我小时候 一模一样 真的是一模一样 你就是我的小语 妈 是我 我之前 确实有怀疑过 可是被林树给误导了 你看 我胳膊上 还有一颗黑痣 是 我的小语胳膊上 真的是还有一颗痣 你真的是我的小语 妈妈以为 他已经不到你了 小语 让妈妈好好看看你 小语 你这之后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妈妈找了你很久 我都没有找到你 我被困在废墟里面 是爸救了我 可能 因为大脑被撞过 所以丧失了记忆就 就没有念出去 难怪林树跟我说 说你在我身上 我怎么没有想到 只要我是你 航天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再也见不到小语了 真没想到 你没有这样的缘缘 这真是天定的缘分 咱们注定 是一家人 林树他 为了不让我们俩相认 真是费心思 他其实 早就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了吗 他人在哪 你想 我才怎么样 我才怎么怎么样 好天我来了 我想休息一下 你妈睡了 她情绪波动太大了 是啊 这缘分 可真是太奇妙了 是啊 爸 林树 还要不要找过来 不必了 你妈说了 以后 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可她毕竟 是你妈的亲儿子 我难道 要把她抓回来 送进去吗 让她自生自灭吧 像她这种 不知悔改的人 结果也不会太好 爸 你准备 什么时候告诉妈 你的真实身份啊 再等等吧 我还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需要得到确认 你先去公司忙吧 这里有我呢 好好好 她手里的那个胸针 我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 之前 林秀被人狗辣了肚子 留下一枚胸针做嫖子 我看那枚胸针 好像挺值钱的 就做了个假的调换了 张董事长 怎么会有那枚胸针呢 董事长 我查到了你一世那枚胸针 这是照片 怎么看 都不一样 董事长 您这一枚 一看就是假的呀 你看上面那个 钻石 这 这假的离谱了 这的确是假的 我记得很清楚 我这枚胸针 当年是为我定制的 只有我一个人有 绝对不可能 有人做出防治品 你确如此 可阿修手里 为什么会有的防治品 她跟我当年辜负的那个女人 有什么关系呢 你去查查她的来历 好 马上办 这样看来 董事长就是年轻时候搞大灵修肚子的那个男人 但现在 真的胸针在我手里了 再说 那怎么还你 你没事 你几乎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有事吗 没事 我听说阿修住院了 我过来看看他 你这拿的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熟悉 你认识这个 哎呀 这个是我的胸针呀 你说什么这是你的 对呀 这是要说起来 也挺难过的 年轻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个男人 他 后来 最留下的这枚胸针 你看 就这个 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的确是我的呀 林芬 之前 是我对不住你 什么 您的意思是说 之前那个男人是您 的确是我 可我之前一直想给你补偿 我一直找不到你 原来是这样啊 你这个父心汉 当初我未婚先孕 我遭受了多少白眼 还被家里人瞧不起 你知不知道我过得有多苦 说什么 你当年还怀了身孕 是啊 后来 我实在承受不住压力 就把孩子打电 我非常抱歉 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 从现在开始 你不管提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其实 我也没什么别的要求 你跟林秀离婚 小明 这就是 一诺千金的故事 奶奶 这个意思就是说 承诺比千金还重 嗯 小明真聪明 就是这个意思 奶奶 你还记着之前 参加亲子活动 欺负我的那个小男孩 小五吗 他怎么了 之前校长说 要开除他 但是昨天他去我们学校了 他是去上学吗 对啊 还故意安排 坐在我旁边 那他有没有欺负小明啊 他总是抢我的文具 但是我不想和他计较 嗯 一会儿啊 爷爷来了 我们问问他 他可以去上学 但是呢 可以和小明分开坐 这样 他就不会欺负小明啊 好不好 姐 你怎么来了 这就是浩天 给你准备的病房 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通知你 现在 立刻 从这个病房里 给我滚出去 爷爷说 奶奶的身体还蛮好 不能让你抖动 小孩子插什么嘴啊 说话就说话 你凶小孩子干什么 我就是来下烛克令的 顺便告诉你 好消息 我马上要跟浩天结婚 你要是失去的话 赶快去跟浩天 离婚症 不可能 你还不知道吧 我就是浩天 年轻的时候 辜负的 我们现在相认了 他为了弥补我 要跟我接 姐 你说你年轻的时候 就认识浩天 那为什么之前 你们对对方 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问那么多干嘛 这跟你有关系吗 我只是感觉奇怪而已 从小我们一起长大 住在那个小村子里面 根本没有机会 接触外面的人 你和浩天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之前你在外面 偷男人 未婚先孕 不是野蛮的 秘不偷疯的吗 我那是出去打工 而且我那个男人 算了 是浩天 让你来跟我说的吗 浩天 脸皮薄 他不可能 为了这个事情 跟你撕得很难堪 你知情是趣 对大家都好 如果是浩天的意思 我不会继续留下来 但是 我要和他当面谈一谈 谈什么谈 浩天以后是我老公的 难不成 你还不死心的 要勾搭他 大姐 都这么大年纪了 不要把话 说得这么难听吗 我不想跟你 废那么多话 你别让我 让保安拉 把你扔出去 我说了 我要见浩天一面 有些事情 我们要当面说清楚啊 谁干什么 出去出去出去 你这个坏人 不准欺负的奶奶 你个小犬子 我看你是浩天的孙子的份上 不想打你 你别禁牛不吃吃罚酒 我公开 你你你修孩子干什么呀你 小明 小明 怎么了 在这 Simone 我说我 你是浩天的儿子吧 刚才这个就是个误会 我没想对小明 动手了 但是 他非要维护这个女人 小明 维护他奶奶 这有什么错吗 你爸马上要跟这个女人离婚了 以后 咱们才是一家人 我不要他都买了 闭嘴 是我爸承诺你的吗 这是早晚的事 不敢正面回答 那就我爸那边还没松口 那你招什么急呀 小林 这是长辈的事 你最好别尝试 你现在拥有的疫情 也都是你爸 行 我确实无法干涉我爸的嘴 但我表个态 若我爸要带你进门 我和小明 我跟着我妈一起撑 小林 这是怎么了 浩天 我真的好后悔 我们当初就应该找到彼此 不然也不会儿子孙子 跟我不是一条心 不会当着我的面 维护别人 喊别人当妈当门 浩天 如果你是想跟我离婚的话 你告诉我就好了 何必让姐来呢 把小明都吓坏了 首先 我要告诉你的是 阿秀 是小林的亲妈 什么 还有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跟阿秀离婚的 张浩天刚才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林秀是张林的亲妈 林秀另一个儿子 不是死了吗 难道张林 就是林秀的另一个儿子 爸 原来你没想和妈离婚呀 那某些人还在这儿兴事单单的 我还以为你审美将级这么严重呢 浩天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好 小明 我跟爸爸走吧 浩天 你想对姐负责 我不会赖着不走 还有 我欠你的那些钱 我也不会白拿 我们还是 算清一下比较好 阿秀 我没有想过 要跟林芬结婚 我更没有答应过她 可是 我确实对不起她 所以 我想尽力地弥补她 我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 我并不想因为年轻时的过错 而打破她 阿秀 请你给我点时间 毕竟 她为我 打开过一个孩子 什么 打开过一个孩子 所以 我一直对她很亏欠 不应该啊 我当时未婚先孕的时候 大姐已经在和姐夫谈婚论嫁了 从未听说过她怀孕 还打掉了孩子 阿秀 你怎么了 浩天 你跟我姐 是什么时候认识她 你确认了吗 可她身上有我当年留下的信 是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但是 你那时间久远 过两天才会有消息 这件事 她还不想让你烦心的 姐都找上门了 你还想瞒着我 不过这件事情 还是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我总感觉 哪里不太对劲 你怎么可能 你这样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那你怎么会成为浩天的儿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随便问问 林秀未婚先孕 怀的是双胞胎 一个是林树 另一个难道就是张林 那这张林 岂不是张浩天的亲生儿子 爸 小林 进去陪陪你吧 我有话跟他说 行 林芬 我不记得我答应过要娶你 可是 你说了要补偿我的 我说的补偿 仅仅是物质上的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 我都会尽量满足你 你也知道 我老爸死了 儿子媳妇又不成器 你说要弥补我 我也只是想找个靠山罢了 可我提再多要求 只会让你觉得厌烦 结婚对于你来说 倒真是一劳永逸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我不管你怎么想 反正 我是坚决不会离婚的 请你以后 不要再骚扰阿秀 想好了要什么 就联系高助理 高助理会满足你的要求 董事长夫人这个位置 既然我有机会得到 自然不会让人坏了我的好事 我得想个办法 逼着灵修离婚 姐 你怎么来了 这是离婚协议书 林秀 你最好乖乖的在上面签字 否则 要让我动起手来 我可不可以客气 是不是浩天不愿意和你结婚 所以你就跑过来 逼迫我 林秀 你在张浩天那儿 也唠唠不舍了 应该知足了 不然就凭你 这辈子给别人挣那么多钱 人要懂得知足 不要贪得无业 这句话 我也同样送给姐 把她给我控制住 干什么 干嘛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董事长 这个林芬 我查过了 他们林家一直住在林家村 这个村子特别封闭 很少有机会跟外界接触 但是有少数人偷偷的出去跟县城打工过 但是这林芬 从小就好吃懒做 根本就没出去过 倒是夫人经常出去打工 也就是说 这个林芬 根本没有接近我的机会 根本没有接近我的机会 反倒是林秀 对 还有啊 兄贞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夫人拿着他去卖掉 上饭给了二十万 可能夫人觉得太贵重了就没卖 之后 这个兄贞就再没有出现过 难怪之前 咱们查兄贞的消息 后来一直没有进展 这兄弟 很有可能就是阿秀的 这很有可能 但是事实真相已无从好证 董事长 要不您 秦子乱乱夫人 没车 马上去医院 林芬 你不要不失台去 干什么 姐 你这么急着逼我和浩天离婚 你是不是对浩天撒谎 你别哭说八道 我仔细想了想 我当时被赶出家门的时候 你正好要和姐夫结婚 可你并没有怀孕 或者打掉孩子的迹象 那你告诉我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浩天的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会不会 他就是 闭嘴 你别哭说八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抢个他们自签了 我干干什么 你们住手 放给他 你怎么来了 林芬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你敢逼着他 签离婚协议 他是我们婚姻的绊脚石 我除掉他有什么错 林芬啊林芬 当年跟我有过一夜之错的人 真的是你吗 那不是我 还学生 阿秀 这名熊珍 你见过吗 这 这熊珍 怎么在你那 你认识他 当年 我被那混蛋欺负了 等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桌上 就放了这样一枚熊珍 阿秀 果然是你 什么 你 你就是那个混蛋 当年那个人是我 这名熊珍明明就是我的 他手里那个是假的 林芬 你这么笃定 他手里这个是假的 这名熊珍 是不是就是你调包的 不是 我没有 我想起来了 当年 我发现我自己怀孕 我没敢告诉家里 我就想着 这枚熊珍可以卖一点钱 我就拿到城里的柜台去 他们告诉我 这枚熊珍可以卖二十万 二十万 这枚熊珍 多一无二 几百万都买不到的 几百万 然后呢 莫贵 我当时就没敢再卖 可是回来后没多久 我这枚熊珍就不见了 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找着 后来 在床下找到 但是我看 就觉得有点不太对见 可是我又说不出来 我就把它一直收起来了 姐 你说 是不是你偷懒换柱了 你有证据的事情 你不要好说八道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这是你的 我有一个办法 能快速证明 谁才是当年 我爸污染你的医院 儿子 什么办法 曾经我妈跟我说过 自从她怀孕以后 就忙着养活我俩 再也没跟其他男人 发生过关系 如果当年 发生关系的 是我爸和我妈 那么我 就是我爸 亲生 儿子 没错 我就是那一夜之后 就怀孕了 如果小林 跟浩天 有血缘关系的话 不行 不能那么做 为什么 如果我跟小林 没有血缘关系 那我可以承认 当年姑父的 那个女人 就是你 我也可以跟阿秀离婚 然后娶你 小林 现在就去做亲子见面 不用了 我已经 拿到一个 我早就怀疑 这个事情有些不对 所以我就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 去做了这份亲子见面 今天正好 结果出了 你刚才不是还 信誓旦旦的说 那一夜的女人 就一定是你 那你现在急什么 小林 你别多关心事 有人要拆散我爸妈 那我还不能反击了吗 不过 看你现在 这个着急的目标 我对于手上 这份亲子鉴定 亲子 妈 你要不要 亲自打开看看 符合率 符合率 百分之九十九 确定亲子关心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找到我 和命运偷偷转转 要把儿子和你 送回到我的身边 太好了 站住 董事长 他怎么处理 把这个肮脏的女人 我扔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她 我 我扔出去 你放开我 我是董事长夫人 你们放开我 董事长夫人 浩天 到底怎么回事 这 还有 刚刚那个 刀助理 你不是跟我说 他是金药集团董事长助理吗 他怎么也叫你董事长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阿修啊 其实这件事情 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再跟你说 所以 你 就是金药集团 董事长 谁 好你个好天 还有你 你也帮他瞒住我 哎 哎妈 急电了 这都 小明 都放学了吧 那个我去接他 你们有什么话 慢慢说 好好聊啊 我就先走了 走了 儿子 我跟你一块去接 站住 张浩天 今天这个事 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的话 咱们就离婚吧 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 这离婚 就别挂在嘴边了 那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 可你明明有那么多时候 我可以向我谈 肯定去选择东满西满 把我当个傻子一样 玩得团团转 哎 修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哎 你少来这套你 好 是我错了 我错了 你少来这套 哎呀 修 真的是我错了 我可以发誓 我除了这件事以外 没有任何事情在瞒着你了 我告诉你 在我起没消之前 不想再跟你说话 现在 立刻 给我办理出院手续 不要再见到你 去吧 爷爷 哎 大孙子来了 咱们今天呀 开个家庭会议 爸 家庭会议 我也能参加了吗 你当然可以了 爷爷给你说一下 家庭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红奶奶开心 啊 你还什么呀 爷爷想让你这个小萝卜头 去红奶奶开心 你要是失败了 你多丢人哪 是爷爷先丢人的 噓 爷爷现在正烦心呢 咱们不给他添堵好不好 那你就先出去玩吧 我跟爷爷说点事 完成了 儿子 这件事 你怎么看呀 要想哄女人开心 珠宝首饰 一个可都不能少 俗不可奈 那您来 好好好 你继续 爸 其实我觉得 你们两个这么多年了 能遇到也不容易 妈之前啊 因为你可受了不少苦 该补偿的 可一样也不能少 可是你妈现在什么都不要 我让老高 给她送去的钻石项链 她都给扔出来了 那就是你不够诚心 珠宝首饰只是辅助 最重要的呀 还是得用心 用心 我走 我照你说的做 怎么这样 可以呀老乔 奶奶 不好了 干什么 慌慌张张张的 爷爷出去会了 什么快快带奶奶去 小明爷爷呢 浩天 你这是干什么 这么大年纪了 秀 之前 是我辜负了你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 今天终于有了 可以补偿的机会 我这个人嘴笨 不太会说话 我的意思是 我也不知道 我在说什么 秀 我就想问问你 愿不愿意嫁给我 爸 求婚 找我单膝跪地的 对 我出来 秀 请你嫁给我 快起来 这么多人看着呢 秀 这是你之前最喜欢的戒指 我把它送给你 秀 请你嫁给我 嗯 哦 妈 有原谅我爸 嫁给他吧 嗯 好 哎 咱们找个全家福 快来 啊 难过 来三二一笑